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Shana 台股暴富性的反弹 终于成功站上了万七了 再来的走势会如何 我们赶快将镜头展交给季老师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今天台股收盘成功站上万七 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中午过后 是有点意想不到 因为我们看到中午过后 大盘一度急杀 我们以为万七要失守 结果没有 它居然成功的站上了万七 这个时候投资朋友就会想什么 多头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吹起了反攻号角 我们其实先给一个问号 为什么我们在后面会来跟大家讲 今天除了会讲大盘以外 还有大家之前手上都有的 就是所谓的新唐这档股票 然后还有面板股 我们也会来帮大家做一下讲解 首先我们先看到 在我们的LINE群组里面 如果你有在我们的LINE群 你在8月20号 你会收到这封讯息 我说什么呢 我说其实中线的趋势 虽然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转折 因为我们看到月线跟季线开始下弯 但是长线上面来讲的话 它还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我们在当天 也就是8月20号的时候 发现了技术指标出现了空头背离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节目 我说过空头背离这个东西 在技术面上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讯号 复乖离太大 它就要修正 所以我认为大盘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主体 刚刚这些观点是在8月20号 我们看到加权指数怎么样 8月20号其实就是最近的低点 那我们也不会跟你保证说 这个低点不会再被跌破 但是至少从这几天的台股来看的话 它确实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主体的动作 尤其是它已经出现了一个反弹连续三天 尤其是它在今天成功的站上了半年线 那其实我们自己原先的观点认为 它上方出现了半年线 出现了万七关卡 还有月线跟季线 这些关卡一关一关的都在压着指数 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很快速的站上去 但今天的表现其实有点出乎意料 它成功的站上了半年线 也成功的突破了万七的关卡 那我们回顾其实从7月15号台股建高以后 它已经修正到今天 也就是我们就算已经反弹了三天 它还是下跌了1000点 那今天台股上涨了227.13点 上涨了1.35% 这样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量 其实跟昨天比起来还是稍微缩掉的 还是低于4000亿 不过我们就说过了 昨天这样子上涨出量是一件好事 是有利于多头继续进攻的 那我们在今天也观察到了 整个大盘指数站在了五日均线上面 超过三天 那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我就说过了 大盘现在要看它到底有没有办法直稳 或是它在这边能不能打底 最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就是它有没有办法站上五日均线三天 那它目前这个条件已经达到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提醒投资朋友 毕竟上方的关卡还是相当的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盘中指数都非常容易出现震荡 请各位投资朋友还是要多小心一点 那我们看到今天台股的走势 其实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 早盘一开 哇就是在开始一路往上走 往上走往上走 但是到了12点 大家出来吃个饭以后发现 哇怎么很多股票都开始跳水 包含像是我们看到前几天很重 非常热门的新唐 哇那盘中一度击杀 那很多投资朋友就会开始想说 哇是不是又开始转空了 这个时候呢筹码就开始出现换手 那换手完以后 我们看到了买盘又进来重新承接 所以指数又重新的开始往上攻高 那我们呢也告诉大家说 现在加选指数其实从去年9月一路上涨呢 它就是在反映2021年 就是今年这么热的基本面 但是这个时间点 我们要开始把眼光碰到2022年 尤其是呢 其实我们发现在2021年呢 有很多的厂商告诉你 我们的库存不够啊 然后我们卖东西卖得非常的快啊 所以我们要一直去补货 一直去拉货 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叫做所谓的库存循环 但是呢在今年呢 所有的需求都在慢慢的被满足的情况之下 有些产业它的库存呢 已经开始慢慢水位出现比较高的状况 那它在2022年的时候 就不会像今年一样表现这么的好 但是另一方面还是有一些 缺少了一些晶圆产能的一些企业 它没有办法去做生产 所以这部分呢 它还是有缺货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股票 出现两极化的走势 缺货题材的呢 它还是会继续的run 那股价持续的攻高 那已经没有缺货题材的 也没有涨价题材的 股价可能就在这边进行休息 进行整理 那最重要就是反映2022年的基本面 那我们看到新台币 其实新台币在前阵子 台股出现大跌的时候呢 有出现贬值 也就是资金撤出的状况 但是我们看到了 像是联准会最近啊 尤其是在明天 也就是8月26号 大家要记得有一个叫做 Jackson Ho的全球央行年会 那其实在这上面呢 我们观察到了 由于Delta病毒呢 在美国这样子蔓延 有很多原本是鹰派的 联准会的官员呢 开始出来说 如果这样子的疫情 持续严重的话 那我们可能要考虑缩表的时间点 再往后延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是鹰派的转向 慢慢转向鸽派 那导致美元呢 在这段时间走向比较偏弱一点 台币也就变得更强 所以我们没有资金 大幅测出的问题情况之下 是有利于台股继续攻高的 那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上面 也告诉大家 我们看好哪些产业 其实呢 在这个地方啊 有些大景气循环的产业啊 就是大家要注意 2022年可能就不会像今年这么好 那最主要呢 其实我们可以留意的产业 还是在mini LED今年是元年嘛 再来是车用电子的部分 那里面其中一块就是MCU 另外ABF载版的地方 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 像是星星啊 景硕南电 因为这些订单的能见度 其实都看到了明年 看到后年 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把MCU 框起来就是新唐这档股票 新唐这档股票呢 其实在大跌的这一段期间 它并没有修正太多 而且它在最近的反弹里面 它又创新高了 股价算是非常非常的强势 最主要的呢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它这么强 不是所有的MCU股票都这么强哦 因为新唐它在 它并购了日本的Panasonic的半导体产业 而且它又有自己的晶元产能 所以说它在没有产能疑虑 就是它可以拿得到产能的情况之下 它当然就有办法做出MCU 就有办法去做出出货 但是有些MCU的厂商 它是没有办法拿到产能的 这个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出货 就算整个MCU是缺货的 但它没有产能 它没有产品 它就没有办法去卖 它的营收就不会起来 所以它的股价就没有表现 那我们看到新唐今天的股价出现修正 不过我们观察到了融券 其实是在上涨的 那其实融资也是在上涨 资券同涨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有利于股价的动能 再继续往上攻高 所以今天的修正呢 我们认为投资朋友 是要小心谨慎一点 颜色停损点 但是你也不需要过于恐慌 股价呢 如果能够重新的再度攻高 它往上的空间还是相当的大 那另外呢 就是面板股 如果你有看我们昨天的节目的话 我们有花了很长的时间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面板股的状况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 不要过度杀低 等反弹的时候再站在卖方 那今天也确实出现了一点反弹 尤其是在找盘的时候 它的反弹特别的高 那我们观察到 其实融资跟融券 在这个地方的筹码 是慢慢的有在聚集起来 有在集中的 所以股价呢 会相对的比较有表现一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要提醒投资朋友 做一个来回操作 做一个价差去洗低成本 这样子呢 才会抱得比较安心一点 那呢 其实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 这些产业分析啊 产业知识 我们都会告诉大家 关于你自己要去操作的 投资逻辑上面 要分成是基本面的操作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价值投资 或者是你要根据技术面 或筹码面 根据动能投资 所以呢 这部分你必须要分得清清楚楚 你不要搞在一起 因为你搞在一起 你可能在投资上面呢 你就会出现亏损 如果你想要知道 这方面的财经知识 或产业分析 都欢迎加入我们群组 让我们在群组里面 今天点名 明天掌听 谢谢季老师的分析 想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 Line App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